刘备临死前叮嘱诸葛亮要注意一个人,诸葛亮若听从,历史可能改写。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谁能网络到更更多的人才就,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 然而网络到优秀的人才,就必须要具备一个超强能力善于发现人才三国时期的刘备在识人上最有发言全三国志叔叔。 仙主传这样评价刘备的识人之能,仙主之红意宽厚之人带是盖有高度之风。 英雄之纪焉,古人云,千里马常有啊,而伯乐不常有,刘备就是那个伯乐, 他往往能因为一次谈话,就能发现人才比如和彭统,马中等人谈话后,大齐之,一般认为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无所不能,无人不知可在识人能力上诸葛亮,就要差上几分最突出的问题就表现在,对待是否重用马素的问题上。 刘备白帝城霍姑的故事家喻户晓,说,这是公元二大二十三年刘备退守白帝城厚重,并卧床自知时日不多的刘备照成像诸葛亮。 上书令李延呼呼期间刘备和诸葛亮有一段经典的对话两人谈话的内容已过,为流传这里不做阐述,其中的一个小细节,值得我们深思刘备临死前对诸葛亮特别叮嘱了一番,马素言过切实。 不可大用军奇查指,既然诸葛亮已经得到了预警马素,是不能够重用的可诸葛亮最终,还是重用的结果导致了灰泪斩马素的悲剧小说《三国演义》,就记载了诸葛亮在杀马素前后内心纠结的场景。 当监展官献上马素的首集时,诸葛亮痛哭流涕讲满分其原因,乃深恨计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痛哭而。 那么诸葛亮为何要重用马素呢?四个字来形容,两人互部,陈寿在《三国志》中这样评价诸葛亮,于志荣未尝齐谋,未断李民之干优于将略,也就是说陈寿认为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比较一般, 但是马素的纸上谈兵正中下,怀疑是我们就看到接下来这样一幕,以足为参军眉眼见谈论自咒答应。